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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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仇者 時空轉梳的制服 Contem Suit regulations 認知人 不單只是送兩隻手 像不知差不多 一隻的話就是一個複動手 整 Brewing Commission 畫意見 還有一副小眼鏡,大家可以留意到 我們可以移動一下 我想它應該是可以穿燈的,不過它就沒有穿燈 對了,有個小眼鏡,有兩個手型 第一次見,應該是再穿衣服的 衣服也蠻漂亮的,應該是再穿衣服 不是用啤件去做的 可能它是一個全身身體 有可能,對 因為這個好像沒有那麼大隻 對,沒有那麼大隻 但我覺得它的身形跟Dainos很相似 不過它沒有放Dainos出來 老實說,很多公司的身體 某些部分都不會百分百,全身做過 但可以的,最重要是穿出來的效果好看 沒錯,比例OK就可以了 適合用就可以了,不一定要重新做過 看看後面還有那個是 Tortium suit版的Warmachine 這個應該是Mark 6 就是Mark 6的補充 零零小小,它這套衣服也是Warmachine的衣服 對,它是直接在Warmachine套補充補充 但不知為何Tony也沒有這件衣服 為什麼呢? 我都不太明白 是否那個演員太瘦了 對,因為它Nano suit是可以改色的 它可以變成這樣 但它是沒有這版本 對,它靈色也是 另外這裡呢 這個美國隊長中間的三條柱 會不會連起來呢? 這個台應該是 他最後一幕 就是Captain回去 過去環石那一段 Quantiumverse的地台 對,對 你看到很帥 Simon,我們再拍一些好嗎? 好啊 我們新一手 不怕你高 沒辦法了 如果拍清楚一點 人才會看到那些東西 這個美國隊長 我覺得他比較小 比平時美國隊長的身形 比較瘦了一點 所以我懷疑他可能和Tony 是共用了同一個身體的 暫時 我覺得他會改的 應該會 沒有理由的 Hot Time不會這麼出的 對 對 又比Tony小小 但是你看到 你見到台是很漂亮的 他的台裡面 那邊的紅色部分 是透明件來的 就是懷疑他 他日是可以亮燈的 現在看來好像有一點光 可能後面有光 然後他寶石那個Case 應該都可以亮燈的 你看到有很多顆石在裡面 那地台的底 那個反光度的銀 是好像石紙那樣光 我想是那些 對 真的金屬 我不知道 有點像是打開的 南半曲奇的底 那個光 像是星拍板 對 那些叫LEEP 然後旁邊就有 那些支架 也有很多電線 就是你會看到很仔細的 對 還有另外一個頭 就是戴了頭盔 我想是否每個都會有一個頭 就是戴了頭盔 應該是吧 我已經看到有1 2 3 4 4 對 那旁邊就有TONY 我想大家都二熟行長 所以這個就特別差 這個應該已經開訂了 所以這個完成度應該挺高 那旁邊呢 我們又看到新款的ARN PRAGE 這個就剛剛開始開訂 這個就是會場 會場原 大家早幾天爭崩頭去登記的東西 就是這個 但是大家之前上網看照片 或者可能影片裡面 因為這邊的燈光很黑 所以其實看上去的顏色 就比較深 就是比較像電影裡面的效果 但是其實實物看上去 藍色是偏淡一點 但是之前很多人 大家都說過新歌 是不是飆錯了 但是原來不是的 其實我想它跟平時的ARN PRAGE 差不多 不過它就很橫 所以看上去就好像有點不同 那波頭差不多橫了1.3倍 它已經是人類不能夠穿下去的效果 超中美 但是大家都喜歡WARN PRAGE 就是WARN PRAGE 上網看的時候 它其實是有跟到RODI的一個齋頭雕 這次是沒有頭盔的 然後手的前甲 可以換成沒有開炮的 其實比較喜歡整個完整的頭多一點 因為它這個始終 它都是Nano Suit 它沒有戴著半頭盔的樣子 在旁邊就看到ROCKET 之前大家一直看展 都不知道原來它有一個手套的驚喜 而且它還有那支 用來抽到那個 真實寶石的那支棒 是還有這個 不過它好像沒有擺盤 Jane 對 對 那旁邊就有螳螂女 這個也挺漂亮的 也挺像的 我挺喜歡它的面 也挺像的 這裡我們拍攝 就可能我們覺得近SDCC的 嘿嘿嘿 旁邊就看到Mk85的盾 那個盾 我個人感覺上 它有點像 如果大家玩Metal Bill高達 我想懷疑它是吸索來的 現在是搭不到的 因為它有點半透明 對 我懷疑它有點像吸索 因為它的表面不是貼件 那種很高達 它可以用那種方式 但做厚一點 如果說吸索 大家會覺得很薄 用一個漂亮一點的材料 吸索的話 硬正一點的 因為沈粉仔玩的玩具 也有吸索 類似吹索之間的 厚身很多 對 這次就給足了一些配件 氣中打鬥兩支槍 那把三個人的劍 然後加上 有頭盔的頭 還要新頭雕 會不會買85 又好過買550 沒得這麼說 是不同的 例如你有戰選85 都要買普通85 但這個盾 就算是像個盾 對 OK 哇 整集Spider-Man 他們很著力去做Spider-Man 的一些新產品 可以拍一下 Hello Hello 那現在就是 有美女看 有話題 不過我們還是集中 先拍Spider-Man 後面的美女 不是 拍Spider-Man前面的 Spider-Man 那一大堆 這隻蝦白色的 雙蝦 是什麼來的 我不知道 它是PS4遊戲中 其中一套 你猜會不會 很多Spider-Man粉絲 喜歡這個 我覺得 如果你喜歡 喜歡就喜歡 它這批Spider-Man PS4的Spider-Man 全部都用了一個新的身體 就是 有些像是 之前做Batman 那種有肌肉 或者是Bat Panther 大隻很多 好 麻煩我們這個美女 大隻很多 那你會看到 肌肉形狀 是很漂亮 而且扭出來的時候 那個流線型都很有味道 是啊 是啊 我最近呢 我碰過朋友 那隻Spider-Man 他都發現 胸肌和大腿位 是軟的 是啊 但是他又不是全部軟 他應該製造了一些 肌肉身體的方式 是 整個效果好很多 最後一隻呢 就是Arm Spider 這個也是PS4版的Arm Spider 大家的鏡頭 記得focus 前面 是啊 你那邊拍得很 沒辦法 因為這個是背景 我個人會覺得他比起電影版的Arm Spider 更加棒 不過 是啊 我想他也是用那個身體出來做的 所以其實這隻是很漂亮 你剛才說公仔的身體 公仔 公仔 大家觀眾有些愈惑 是啊 那旁邊呢 就有Spinerman那個 咦 這個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我懷疑是不是他在飛機上面 他製造他的衣服的時候 那個架來的 我沒有看過 我的劇頭了 sorry 即是花粉空裡面 他在飛機上面 再製造Motor Suit的時候的那個版本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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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裡就有1比4的Spider-Man 就是會場限量了 不是 會場限量 不是 這個Deluxe版的 會場限量 只是跟著Hologram的右手配件 那個是1比6 這次1比4 我覺得他想玩雕像 就是他有兩個雕像底 對 不過那個雕像台座真的很漂亮 但是我會覺得那隻翼 有點不像是1比4 我猜是他1比1比6的翼 因為他去到後面 TOP IN那個翼是很厲害的 所以我感覺上這個不是1比4赤柱軟 我不知道 那我自己選了 我就選了一個小台座 因為便宜多幾百元 對 那後面呢 就是大家一去到SDC 這個不懂 這個 我忘了他從哪裡來的 好像是遊戲還是什麼 但是不是他的身體大了 不是 那他的造型本身就是一樣 那你要幫忙 對 好啊 好啊 想問這個 Vanom Pool Vanom Pool Vanom Pool 其實是一個手機的 程式 Contest of Champion 這個角色 Vanom Pool 是一個設定 我們把它重現出來 其實他不是一個雕像 他有活動功能 都有20個活動功能的關節 所以他也是做到很多造型 那重點應該就是他的頭雕 因為他的舌頭很重要 很長 對 他有兩條舌頭 給你替換的 但是呢 特別版呢 就可以換上頭 就是咬牙切刺 那個 就是下面的咬牙切刺 那個造型 我想問這條舌頭 是否有鐵線可以移動的呢 他沒有的 但是他是一條舌頭 是發左一條舌頭 但是他背後的那些是有鐵線在裡面 可以咬的 都不能咬的 對 即是他的舌頭都很安定 但是你看到這些位置 是接駁的 對 有些接駁的位置 有些接駁的位置 但是這個呢 就很多 如果手機的粉絲 都是很有興趣 就是喜歡這隻 還有沒有想過 HOTTOYS會出 這一類型的產品 所以大家都會覺得很突然 大家看到那一刻 在S.D.C.S.T.S. 大家要看 Side Show 為何放雕像過來的 對 因為你看到那些雕工 是很厲害的 其實這隻是很漂亮的 沒錯 因為它比較多一些筋 即是肌肉筋的紋 其實我們可能做 綠巨人的時候 已經知道 那個做法是怎樣 所以有那個技術和技巧 就可以有信心 去再繼續 向這個很肌肉型的 這些帶角去進發 所以就做了這一隻 我們都挺驚喜的 因為整個造型都是很嚇人 但是又有型 對 很帥的 會不會還有更多的類型的角色 類似Crossover的角色 我們相信在這個遊戲機裡 有一些角色 我們都鎖定了 應該會繼續出 很棒的 真的很棒的 你們說到哪裡 說到... 那下面了 當然慢慢說 去到D.C. 我就再說一隻Batman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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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為什麼我不說話呢 因為很開心 因為有女孩子站在我身邊 忽然間都不知道想說什麼 而且是非常專業的 沒錯 因為其實是HotToy的代表 我們說回Stanley 這個 我覺得反而直租 有太空人 大家之前都很多人追捧的 舊Stanley 因為他 Stanley先生本來過了 大家都有這種嘲諷 現在HotToy再出另一個版本 這個是Guardian of the Galaxy上面的Stanley 你會看到這套衣服 可能大家看照片的時候 好像比較簡單 但他上面有很多不同的車工 然後... 即是有些植紋在上面 然後他這件衣服 其實大體上有舊化 有些人就說 頭罩上面會有一條分界線 是沒有辦法的 因為他透明件出帽 一定會有 除非用玻璃 對 但數目未必準 我們有些朋友都在做太空人 因為今年50周年登錄 所以有很多太空人的東西出現 後隔壁就是這個 1比4系列的Mk2 之前我不知道Mk3有沒有拆那麼多甲 沒有什麼印象 我好像在XCC拿到很多1比4的Iman 我有沒有看錯 兩隻 兩隻 Mk3和Mk2 三隻 三隻 兩隻 兩隻 我看到剛剛好像有很多 我有沒有看錯 其實都已經出現了 現在已經第五隻了 可能他會不會展示舊的那些 我真的看到幾隻 可能裡面就會有 可能未買出來 我會覺得大家去到這個價錢 去追捧Hot Toys 1比6的時候 如果買不到舊的話 其實不妨去試1比4 即如果你1比6炒得那麼貴 不如買1比4吧 沒錯 因為1比4是另一個層次的東西 因為它很多東西可以開得更仔細 或者是有些分件可以更加密合 因為其實你可能1比6 他會做一個大腿關節 那個位置要留多些空間 但1比4可以再留一點 但他也可以動到一樣程度 我很期待 接下來會看到1比4開的相片 這個台是新的 有幾件是新的 你也可以看到 很漂亮 不過燈是不是有個燈 亮著向前面 對呀 燈亮著向前面 那個位置 是有個網紋 你本人有沒有1比4 有呀 我看到你很熟 那天真的找你剛剛說 就對了 下面就是 這兩兄弟 他叫Nir & Tetch 大家都叫Tron版 這個就是 橙色版的 還有一張3.0 對呀 這是Warmachine Mark I的Tron版 對呀 然後旁邊就是 黃色版的Mk VI 那兩個都是新的 那個是什麼來的 就是Tron版的 Warmachine 這個是他自己原廠 但他叫Iman 3.0 但其實很Warmachine 但這個還未開訂 還未的 對呀 還有東西 哎呀 真可憐 那旁邊 星戰你熟了 這個Sift Trooper 就是接下來第9集的 一個應該是跟著 不知道跟誰找到 應該是跟回那個 那個 那個 Karl Wren 就是那個寶寶草的人 這個很漂亮 其實你會 可能大家 在官圖先看到 你看到很多的植紋 對呀 對呀 有些坑紋植紋 就算你在哈斯堡那隻 小的那隻六寸 你都會看到很漂亮 你知道為什麼 它會漂亮了那麼多 其實很簡單的 就是 它就是將原本的設定 第7集 那種水桶身形改了 哦 它之前 連個新的 我覺得是很水桶 空口也是 對呀 對呀 它大腿也是 就是像外國人 那些比較粗壯的 那些外國人的身形 對呀 現在這個比較像 大尺路那種 就是不是太粗 我覺得漂亮很多 對呀 那旁邊就是 哇 很黑 就是新的那隻 沒有了 正在開啟的 這個機械腳 原來在Solo裡面出現 有沒有說過 它是機械腳 哦 沒有啊 它好像只是在HoloGrain裡面 坐下了 對 是 是 真的 是 有 那些呢 是 有 的 是 可以買的Star Wars第九集的Street Tripper 今次在香港只可以展出 為什麼? 我們買完了 不是 是因為香港部署會在10月才公佈新一輪的產品 所以在香港暫時只可以展出 其實都可以細緻一點看看它的造型 雖然它是很Storm Tripper的造型 但其實是有很多細緻的條紋在頭盔、窗戶和甲上 所以這款的造型也不錯 其實在聖地亞哥的粉絲是很踴躍的 非常之厲害 很快就已經賣光了 這款是要特別注視的產品 謝謝美女 不單是一個美女 有三個美女一起給我們看 Darth Maw呢? 有它的白色三層底 好 我幫忙拍一拍 不好意思 因為很多人在拍 Darth Maw是機械腳那款 我沒有看過Solo 它在Solo裡面 最後有一段 是否忘記了它的名字 最後有一段 好像是它跟Darth Maw匯報的時候 就在HoloGram出現了一個坐下的版本 它裡面是機械腳 這個跟舊版有些不同 它除了機械腳外 它有一件皮衣在外面 比較像Annickley那套的皮衣 而頭條也是全身的 把劍也是全身的 有些喜歡的朋友 可以去一展吧 好吧 好吧 Java 終於出了 這些我認識了 留給老餅說 Java 還有另外一個Jedi 名字我都很少讀 Kid Fisto 其實就是前傳裡面出現過的 終於出了 我覺得是對死中Star Wars粉絲 這些都是好事來的 好了 現在大家都利用這個Model去幫忙 好 我們再講EWOG 一堆新的Battle Drop都有出來的 這些都是Star Wars粉絲 基本上不會走雞的 好 還有機械人 說Batman 這個反而很多人期待 Batman Forever 剛剛才擺出來 剛才這個 今天早上回來的時候 這個 George Gooney 應該是George Gooney 因為我最記得兩個追女生 對 而Batman之前在SDCC 是未出現過的 而我們剛剛是來到 很久才突然之間 剛剛趕得到遲 對 好厲害 之前只出了一隻羅賓 現在兩兄弟都出來了 其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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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機上不一定看得很清楚 對 在手機上不一定看得很清楚 但其實就算是Batman 還是羅賓 他們的身體做了反光的處理 它有一種很金屬的味道 跟以往大家玩開 可能是Batman Beginz 或者是TDK那些 一些比較現代化 像一些膠物料 那種防彈膠的物料有些不同 這個是比較有金屬的味道 羅賓也是有著名的 有兩位婆婆在前面 露了點 但你會看到衣服也是很重金屬的 沒錯 反光處理做得很漂亮 然後他們兩個是帶了一個全新的地台 有個迷語人的問號 這一集是不是有毒藤女的那一集 這集好像有迷語人的 打迷語人的 畢竟有些歷史我不太記得了 太多年前 後面大家看到Flash 電視版的Flash 其實我自己本人來說 我就極度喜歡電視版的Flash 比電影版更多 電影版的 電影的感覺上 改變了他的影響 沒錯 有些難接受的影響 反而電視版他演得不錯 這個Barry Allen 這個造型 應該還是第一季的造型 不錯 不錯 我們繼續到旁邊 就是新的Two Face 2.0 嘩 好漂亮 我都急不及待地 已經 訂了 沒錯 不好意思 畫質上面比較參差 你會看到 比起1.0 整個雕工和賞色質素 提升了很多 因為其實1.0 有畫的1.0 其實西裝也有少少少入 但你看到他現在新處理 新的車工 新的做一些燒著了的方法 或者舊花 其實你會看到很多 而且頭部的相識都進步了很多 那就期待他去看 因為原來他有個酒杯仔 我之前以為他只有一個鏡章 還有那個銀仔 對 現在是有一隻酒杯 對 旁邊就是It's a 小丑回魂 我很喜歡這部電影 Steven King 因為之前Chapter 1 一直期待有人會去推出 但沒有想過QMX那邊 拿了保證後 是沒有做到任何事情 好像只是放了板 還是怎樣 現在很突然地 Hot Toys 今年就在Chapter 2上之前 就出現了這個 小丑回魂的1比6 我最喜歡的是他的地台 因為他的地台 就是一開始最驚嚇的一段 有一個年輕人 飄了一輛船下去 小丑It 真的一夜跑去咬下去 那段是很棒的 就是這個開口的頭 沒錯 咬住他的手 不過我覺得 因為H1 其實是 你在電影裡看到很多不同的造型 希望他會有其他版本 會看到更多的東西 你會看到他衣服上面 的車工和舊化都很漂亮 然後 其實頭部是很像的 可能因為演員本身做這個角色 特徵很多 特徵很多 特徵多 其實做頭雕都容易做 對 你會看到他的樣子 很有味道 也很像的 那個血手 也很棒 那我們再去看下面 就是Cos Baby 沒錯 Cos Baby 其實我自己覺得 Cos Baby 真的近幾年的進步很大 越來越厲害 跟當開始出的時候 那個形態 完全都是兩回事 他現在有神情 有故事 有味道 沒錯 配件也很有味道 就是可能 大家 我們趕快過一過 旁邊看一看 就是這個 是 我正想這樣 對 你會拿到 那個異景出來 你看到的時候 你會很喜歡 就是他 因為他在說故事 有 對 是很棒的 有背景出來 我覺得這些來說 真的放在桌上玩 這些是很開心的 很開心 就是上班 放在桌上 喜歡就扭兩下 還有呢 Cos Baby 有個好處就是 現在款式真的做很多 好像雷神 真的做了肥仔雷神 有這個 穿了戰衣版本 還有有後面 普通 那個 很Rap的版本 還有他拿著綠色 不知道什麼 在吃什麼 對 看到很多 全新的Cos Baby 有Instant Q版的 Iron Spider 沒錯 保住那一段 我發覺 Cos Baby 主要是拿回 那個情景 去做 形態為主 對 就是已經很不同 Cat vs Cap 那一段 沒錯 連Stanley 也有Cos Baby版本 怎麼都要出一出 那就是 還有Near Uncatch的 我反而比較有興趣 是那兩夫婦 對 Red Skillsuit 和Iron Man 最後面那段 然後他們兩個 有一幕 就是兩個都開了 鏡子出來 看看那段 好了 那旁邊 就是一些 全新的東西 旁邊 那 1比1的 是 是你了 這個它是LIFE SIZE LIFE SIZE 就是比較像電影POP 的 的東西 類似以前 MASTER REBICUS 那種類型的東西 對 但是 它有一件事 很新奇 是甚麼呢 它的價錢是非常親民的 大家 看到它的價錢的時候 咦 有介紹 有介紹 不拍樣了 不好意思 手撩 是一個 Teen Food 的Superhero 手上都有這件事 我們就做了一個 1比1的展品出來 其實是一個展品來的 我們就 還未買 還未買的 就這樣 你一直按摩 我們把它重 給大家看 這個 在Pretty List 裡面 這個我是 展品 看看我們 剛剛好 在一起 這個是 是穿Teen Food 那班Superhero 才會有 這個 一會兒叫Hot Girls 也可以做一次 好 不如穿一下 拍照 不知道是Teen Food 給我看 這個 對 很棒 然後 我們可以繼續看這裏 除了Live Size 新的系列之外 它有一個 Size的燈箱 這個Maffle燈箱 是給大家 以前看的燈箱 大概是小三分之 還有一個 對 這個版本很可愛 這個版本是可以放在床頭 因為 舊的其實也很大 大家買的時候 可能有一點 我想是時候 給觀眾們 養眼 那邊 又夠光 對 就是要這樣玩 這個 這個手帶 好 我們繼續說回產品 你很不專心 你知道嗎 對 來到這裏 也看到新的 因為燈箱很光 不是很認得 很難教 對 它有新的磁石劫 就是 這個是Avengers 1的盒 印象中 好像不止 甚至去到Irman 1 Irman 2 那些盒 它都會再出 因為好像在它那張傳單上 是有出現 除此之外 它還有一些小小的鎖匙扣 哇 這些好 這些會很容易就 很容易就走進去買 對 這些很容易入坑的東西 這些很危險 這些鎖匙扣 其實又是 有點像Cross Baby 那樣的造型 只不過再更加縮小 那我相信 它的價錢也都再低一點 對 然後隔壁 這個就是 就是 早兩天才公佈 就是LIFE SIZE的 一個Mark 50的Art Reactor 那其實你 它看到實物的時候 可能大家 我看到這個價錢 覺得 四五百元 四六百元 會覺得 會不會是 一些比較低階的質素 然後你看到實物 其實跟 想像中 或者是 大家所預估的 有些不同 它是很漂亮的 其實是 跟 怎麼說呢 一些收你千多元 或者是兩千元的東西 是有LIFE SIZE的 然後呢 你會看到它的燈 我沒有辦法露得到 它上面是有一個 有很多細紋 而且它是有不同的光源狀出來的 所以其實它的效果是很好的 那麼 看到這個 Toni Stark 舊的心 其實它 有一個呼吸燈在上面 嗯 對 那 可能大家之前有玩過 那個自己 自己砌的 國內版本 但是我會覺得是 有些不同的兩樣東西來的 不過 對 都是很漂亮的 這個在最矮的那一幕 它也是有出來的 好像是跟它一起撞 對 是放一個花牌 然後扔到水 不知道遲些會不會刀出呢 對 那這個就是 大家經常很想看的 Call Gate 那 這個Call Gate 上面 就有Captain Marvel 那個標誌 在這裡 不過現在光的問題 現在都看得清楚了 OKOKOK 那它那個 你看到Captain Marvel 那張 以前可能大家會以為 裡面的紙 會不會只是 還是 就這樣一張實色的紙 但其實它那個 鏡頭的質素 應該是比較低一點的 就是在電影裡面 因為它是一些 比較懷舊一些 應該是會有些網格 可能是十幾bit 那些 那它好像上面 依然是有那些紋的 你看到 它用的銀色 顏色 各樣東西 都很好 之前以為 Sorry 之前以為那個燈 就只有中間Call Gate 那個Screen的燈 但原來它下面 也會一直在閃燈 下面這個就是 剛才它所說的 這個Time Travel 那個定位器 對 那個定位器 不會被自己 被人 Time Travel 那這個就是 Spinerman胸口上面 那個 小蜘蛛 那是無人基 那後面 就是它的T-shirt 不知道有沒有馬分 可能穿不了 你會不會買 我看看 剩下夠不夠錢 我 我中了幾保 我接近破產邊緣 對 然後來到 其實這個 很多人也有談論過 之前 對 一個比較 低價位 但又 可以儲齊的一套 Hard of Armour 那 那 我覺得也挺漂亮 雖然不能動 但是小小的 它的賞色 做工都是精美的 然後它好像是可以分 一隻 單隻買 一套買 一套買 200多元 一套買 1200多元 1400 1400 你會看到 細緻度 都相當不錯 大家 很想要的Mark 1 我想我自己 可能會偏向 買一隻 過人 一套就未必留 你買完一隻 你買不到其他 你就後悔了 你進來 就不如買齊 不要想 另外 其實我覺得這些 Cushion 拿來公司 都挺過癮的 它的質感 但我是喜歡 我其實是喜歡 Vanom 尤其是 身上一條舌頭 身上一條舌頭 嚇嚇嚇嚇嚇 嘩 有這個新的 這個是 甚麼來的呢 是一個桌燈 夜燈 這個真的 這個真的 頭上是有一個鎖匙扣的 它也可以當鎖匙扣 這樣用 真的很奇怪 不如問問問人 請問這個是什麼 這個 我們在等解答 沒錯 除此之外 其實都可以看一下 在等的時候 我可以看一下 這裡也有兩個燈箱 新的燈箱 Spiderman Into the Spiderman First 這個是動畫版 CLED透明鎖匙扣 鎖匙扣 鎖匙扣 鎖匙扣來說 它稍微有點大 太大塊 它差不多 8-9cm高 有一隻 就是David的手掌 有David半隻手掌這麼大 其實都 花瘋瘋的燈箱 大概是這麼多 有阿嘉 有我Yelman 還有David 我們在現場 為大家服務 阿嘉 剛才其實很多東西 你都中了 如果有錢的話 都會去買一下 不打的 有信用卡 有信用卡 你就是令到經濟破滅的人 我是不用信用卡 是嗎 是嗎 買Hot Toys 沒有會員 我當然是用渣打卡 是嗎 有九五折 我不知道會場有沒有 我現在問一下 我過來這邊 因為這個鏡子更漂亮 我們先拍到這部份 其實Media Tour 其實可以有其他人拍 我們一會研究一下 有沒有其他人可以拍 因為有很多是未完成的 Hot Toys 每次都是專門做給Media Tour 我們拍一拍 其實他們自己都未設定好 我們看看今晚 我們會不會再拍到更多 即是設定好 我們暫錄段落 也沒有電 大家繼續留意 我們不會做宣傳 也不會突然通知你們 大家留意著 我們看到彈出來 你就快點分享給朋友 有沒有話說 剛才很感謝阿嘉 專業的評述 Alman Daryl 因為可能阿嘉 真的超級粉絲 都有點粉絲 都有點粉絲 都不是的 第一時間排 我是漂亮的活動 我都喜歡 我是很多公司的粉絲 OK 大部分都有玩 我們先暫錄到這裡 繼續留意我們TWISE TV TWISE TV 拜拜